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方姐 你到哪儿了 我马上了 马上到了 今天怎么样 特别不好 我现在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我马上到了 你先别难过啊 这么着吧 你先回去休息 我到了再说 好吗 叔叔 小芳来了 小芳 你刚来是不是没吃饭呢 你带秦卿去吃点东西吧 行 叔叔您吃了吗 不用管我 你阿姨一会儿就回来 行 快去吧 走 我正好肚子饿了 那我去吃了啊 去吧去吧 嗯 叔叔 那我们去吃饭 小芳 好 去吧 好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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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帮我好好的 安慰安慰的 拜托了 我知道 叔叔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阿姨 别担心 一定会没事的 阿姨 凤姐 这是我老板 宋敏 你好 你怎么来了 过来看看 有没有什么能帮忙的 医生怎么样了 怎么样 放心啊 手术一切都很顺利 不过还是得挂着一段时间 好 谢谢 谢谢你啊 谢谢医生 没事 他这个人最大的特点就是从来都不记仇 你犯不着为了这点事情几天几天都不吃饭 吃点肉 多大点事啊 对吧 别往心里去 该吃吃该喝喝 现在笑什么样 过几天那就忘了 别伤心了 吃吧 谢谢方先生 那个 别吃肉了 上着火呢 顺点青菜 吃点不上火的 吃点清淡 来 谢谢林哥 来 你喜欢吃肉 多吃点肉 来 够了够了够了 放不下了 直接搁嘴里吧 来 你自己加点肉吃啊 这 e 都不 Africa 也 有什么事儿跟我说啊 刚认识的时候 relat令我特别冷漠 但是后来见你了解 她见你的朋友 她不是你闺蜜吗 那也算是我自己的事 啊 以后你要这样兜兜表达 表达你自己啊 不然别人都以为 你是我们有感情的机器 不需要 好的一面 留给身边的人看就行了 限量的 当然限量 不限量你知道这些吗 行 新品上线之后反响还挺不错的 我看见了 销量还挺好的 因为在做直播 还有 干什么 我妈 你干什么呢 吓我一跳 我这东西掉了找一找 你先来溜弯啊 周芳 周芳 阿姨啊 周芳没跟我在一起啊 周芳 阿姨啊 真没在一起 周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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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吗看到我妈跟看到小学生老师一样 那还不是因为你吗 不然怕你妈干吗 我前进去 我等她一会儿回来了 去吧 嗯 暖安 放姐啊 你这些新品太好看了 一定有很多人喜欢 放姐啊 一会儿主角的睡觉好吗 嗯 是这件 赶紧拿过去吧 嗯 好的 你说一会儿直播的时候 周芳会不会被人黑啊 不会的 放姐 网友的记忆有限 现在有那么多娱乐新闻的大瓜可以吃 你的这个小瓜 不会有太多人揪着不放的 不用太担心了啊 哎 对了 我跟你说件事啊 今天我联系到一个朋友 他跟我说 汪泽阳前两天找他借钱来着 说是汪泽阳之前的公司已经垮了 还欠了一屁股债 哎呀 这个人心机这么多 怎么就没把这事给算进去 哎 你的朋友能配合咱们一下吗 怎么个配合法啊 就跟他说愿意借钱给他 但是只能用现金 让他自己来取 靠谱 我这就去办 怎么样 好了吗 随时可以开始 行 悠悠千万别紧张啊 好 大家各就各位吧 这第一轮的推广就要靠你们了 拿出点干净来 悠悠 准备好啊 我点啊 提示吧 提示吧 好 三 二 一 哈喽 直播间的朋友们 我是悠悠 我看很多小菜都已经在等我了啊 我给你拍摄的东西 我给你拍摄的东西 我给你拍摄的这个我是非 我给你拍摄的东西 你拍摄的东西 我给你拍摄的东西 你是怎么做到的 居然被丈母娘拒之门外 下达建银令 看来有钱有盐还是不行 你再跟我拼 我帮你上这油管 将来你信心 别别别 这东西太贵了 我错了 我今天这心里怎么不踏实呢 用情置身 心里有事 打个电话 喂 你在干吗 他现在出来了 先不跟你说了 我这儿有点事 什么狗屁子行 叫老子过来又耍老子玩 我们怎么办 跟上的 系安全带 好 应该是这个单论没错 再给你一个星期啊 再不还钱 也怪哥儿几个下手狠 这种人啊 这种人啊 就应该好好教训 不然俺都不知道还钱 走 好 你们怎么来了 你们谁来帮我做 你别碰他 孟子洋 孟子洋 你别误会 我们和刚才那帮人一样 是来找你算账的 算账 周芳 我知道你不是这种 落井下石的人 对吗 那你还真看错我了 我还就是这种人 你别搞道德绑架啊 对你这种人 没必要仁慈 贝贝 你这是怎么了 你以前说话不是这样的 咱们以前那么美好 你都忘了吗 闭嘴吧你 恶心死了 孟子洋 你还真可以啊 我不跟你计较 你倒是揪着我不放 全眼那边的设计稿 是你偷来的吧 周芳 我也是有难言之语 不然我肯定不会 赚这笔钱的 你看看我这事 你再看看我的家 被他们弄成什么样了 我要再还不上钱 下次就不是踹两脚的事 而且我已经被银行 列入了失信人名单 我想贷款也贷不出来啊 北北 你知道我们俩的感情呢 我对你那么好 你都忘了吗 你帮帮我 帮帮我好吗 汪泽阳是不是有病啊 你说的这些事 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吗 你自己挖的坑自己填啊 是啊 是我自己挖的坑 但是我实在是没办法了 你们能不能赚钱 你们就当是扶贫 借我点 等我有了钱 我马上还给你们 还要不要脸了 汪泽阳 你为了那点钱 你还来陷害我 我实在是没办法 这倒嘴边的钱 你理解理解 我为什么要理解你 你自己想想 我为什么要理解你 你要是还有点良心 你就把原设计稿 现在当着我们的面销毁 我就考虑 要不要追究我的责任 我以为你们来 是来帮我的 原来是为了这事来的 想要原本也行 拿钱来换吧 汪泽阳你真可以啊 现在还想着赚钱呢 你靠这个能挣多少钱 也不多 两百万 别说是两百万了 两块钱我都舍不得给你 那你就不能怪我了 反正跟你在一起这么多年 想挣点钱也不能 对了 沈佩佩 当初你要是让你爸 早点投资我公司 我至于闹成今天这样 你也占一个分责任 汪泽阳 你到现在还说出这种话 你到底是不是人的你 反正我就贱命一条 你们不是喜欢打吗 打呀 要不就拿钱来换 没钱免谈 那你就做梦去吧 做梦 我就做梦了 你不愿意谈 有的是人愿意给 来 是总统吧 我是汪泽阳 周放涉嫌抄袭的原稿在我这儿 如果感兴趣的话 我们当面聊一聊 什么时候 明天怎么样 别明天了 就现在了 你在哪儿 他给我寄讯我来找你 行 我发电位 喂 哎 宋领宋领 我跟你说一声 如果汪泽阳找你的话 你千万别理他 为什么呀 如果他再找你 你就别理他了 电话也别接 他想敲诈你 你不用担心 我有分寸 我先挂了 明白你意思了 明白就好 宋总 您说您这么大个老板 你就花点手钱 给周放买个安心 是吧 你说你啊 你能去偷周放的设计稿抢住版权 真够脏呢 脏又怎么样 大家都挺忙的 我也不想跟你掰扯了 你现在站出来 澄清道歉 我不追究你责任 宋总 你可能没有搞清楚现状了 现在不是你们追究我的责任 是我追不追究周放的责任 你怎么回事 明白了 明白了跟你们说吧 版权上白纸黑字 可写的是我汪泽阳的名字 该说的也跟你说了 该告诉你的也告诉你了 你好自为之 不追究你责任 是我对你最后的认词 我就知道我今天来了 甭忽悠 咱们走着瞧 咱们走着瞧 爸爸一直不接电话 不会有什么事吧 啊 不会的啊 放心吧 好痛 你是不是见过汪泽阳啊 嗯 跟他聊了几句 你都跟他聊什么了呀 不知道他是怎么回事 跟疯了一样跑到我家里 好像还喝多了 你也来了吗 现在跟我妈往家里赶呢 我爸一个人在家 我过来 哎 我有问题 晓阳 你把刀放下 爸 汪泽阳 你干什么 汪泽阳 你有完没完呢 啊 我告诉你 我真是瞎了眼 我当初啊 把你当自己的孩子 自己的孩子 自己的孩子 我方在的是啊 我在你们眼里算什么 我不就是你们嘴里说的 凤狂男吗 你把刀给我放下 好 反正我也起不来了 要死他们一起死 周芳 别过来你 周芳 你过来 妈 晚上我以前起雾手里放下 你放下 你放下 妈 周芳 放下 给我一起死 妈 你小心 妈 快 帮我紧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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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芳 你给我放开 你过去 给我带你个洞 行了 现在没事了啊 都过去了 别多想啊 有点冷吧 你穿着吧 捏冷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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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穿着 男人都不冷 男人也是人啊 别帮我当人呗 我不是人 可别我 要熟 干吗 我熟了 黑狗 熟了 是吗 那我先进去了 我爸妈应该还没睡 睡吧 嗯 周芳 嗯 以后这种危险的事 都告诉我啊 被自己扯了 嗯 把你的丈夫先穿好了 来 回家好好休息 我今天也算是立了大功了吧 有没有什么奖别啊 嗯 你说说看 我考虑一下 考虑一下 壁东吧 来 好了吗 我说的就这样 我说的就这样 我先回去了 回去吧 爸 回来了 爸 这都多晚了 怎么还没睡呢 我妈呢 妈身体不太舒服 吃了要我休息了 累去你们俩了 这事是我自己没处理好 这怎么能怪你呢 都是王泽阳自作自受 连我都没看出来 他会变成这个样子 更不要说你了 吃一千长一智吧 以后可得长点记性 好 快去睡吧爸 不早了 你也早点睡 明天不用上班吧 不用 当我明天早上 得早亮出去办点事 你们就不用等我吃早饭了 可真是个大猫子啊 那我休息去吧 早点睡 我不就是你们嘴里说的凤凰男吗 反正我也起不来了 要死他们一起死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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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那什么 怀疑吧 你怎么来了 快来坐 快来来坐 还没吃吧 阿姨快坐着啊 阿姨不用了 我吃过饭了 我就是顺当来看看 想问问您最近过得好不好 好 小枫朗 你和泽阳的事啊 阿姨都知道了 都怪她不好 臭小枫子 枫朗 阿姨这心里啊 真是对不起你啊 阿姨 您不用跟我道歉 这又不是您的错 再说这事都过去那么久了 我早都已经放下了 我就是深导她 看看家里状况怎么样 因为我听说汪泽阳最近 一直都在到处前展 都是她二弟钱的呀 她好赌 借的钱利滚利呀 没完没了的 她人又跑了 高利贷只能早泽阳 现在过的呀 真是不如以前了 连小妹的学费 都交不起了 送走 送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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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姨给送了 慢走 好 您保重 宋总 有几份合同需要您贴一下 好 先放开 坐会儿 今天什么安排 主要是 有几个项目需要跟您对一下 项目的各个负责人已经到了 您看十点开会行吗 行啊 来 你那牙真的假的 真的 我看 我看 老板 你今天怎么那么开心啊 开心得不好啊 就是爱情的自然 爱情让人变得快乐 但是你没有办法懂 那您再乐会会儿 嗯 我先出去了 回见 您真的没什么事吧 你想再陪我坐会儿吗 最近我们网店的销售文还不错 如果说之后有出现一些买家 他提出一些意见 比如说像他要退货什么的 都一定要听取他们的意见 好的 放紧 好的 放紧 丑方 你先去忙吧 好 你来干吗 你别误会啊 你别误会啊 我今天 不是来找你麻烦的 我妈都跟我说了 我想谢谢你 你也别误会 我帮是要帮你的妈妈 阿姨对我也很好 她人也很好 跟你无关 以后也别再累气了 我知道 我的 我就是想不通 在我最困难的时候 愿意帮助我的人 只有你 谢谢啊 对了 我今天来 还有一样东西给你 你给我们家的钱 算我借你了 拿好 别再用这个来联系我 你别把这个当借口 我知道 我知道我对不起你 对不起 我 我先走了 我先走了 她怎么来了 给我道歉 她给的我有这个 你们怎么还有联系啊 我们俩没有联系 她自己找过来的 你还借的钱 我这个事本来之前要跟你说的 但我忙忘了 我这脑子 我 这不是我借给她的钱 是她吗 你做人也没有底线 这钱不是我借给她的 是借给她的 你们俩和什么关系 你不知道吗 我们俩没有关系 没什么关系什么意思 我现在不是在跟你解释吗 我没打算跟她要回来 也没让她拿这个当借口 那你的意思是 你们还有感情吗 当然没有感情 你瞎说什么呢 你怎么了 今天火这么大 你做的是不让火大吗 你是该火大 但你起码得听我解释一下 对不对 别解释了 你 以上就是此次事件的全部真相 因为本人个人的恶劣行为 给周放女士造成了极大的名誉受损 和镜上的伤害 也给大家带来了不良的影响 我现在已将抢住的版权 交还给了原作者 在此 我郑重地向大家道歉 向周放女士道歉 对不起 看不出来你本事不小啊 这么快就搞定了 那必须的 那必须的 周放 谢谢你 谢谢你这次没有怪我 多大点事啊 这还有些 我的建议 你考虑得怎么样 感谢你不计前嫌 合作愉快 合作愉快 杨林哥 他那个什么同学我根本就没当回事 不就去家里吃个饭了 谁还没跟一性朋友了什么事 根本无所谓 是是是 你说还有姓方那个小子 那是个什么人呢 小人 周放还要去吗 他 他 他疯了吗 他怎么想的 我怎么就搞不明白呢 林哥 方姐那是乐山好诗 想的肯定是冤家遗解不遗解 他没别的意思 我知道没别的意思 没别的意思也不行 那不也是前男友吗 你去帮前男友我弄舒服了吗 把我放在什么位置你说 这事你说能不让我生气吗 什么都不说 自己出面自己办 回来我不高兴得太不乐意了 凭什么呢 不明白这些女人 你说咱们两队啊 真是命运多长 你又怎么办 来来来 喝酒喝酒 你当时以后我跟你说 拜拜 两个王泽阳加三个霍春冬 他都比不上你 你干吗呀 借酒消愁啊 这是 你是五三哥哥吧 我听他说过你 这样好了 你是宋洛是吗 林哥也说过你 你家在哪儿 我给你扛回去吧 你哥 不用不用 你给我就行 你行吗 你没问题吗 我没问题 行 别吐啊 林哥 吐你就输了 你注意安全啊 好 拜拜 怎么回事你 大阪上给你男的 哎呀 不省心啊 林坦华 你喝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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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喝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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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喝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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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喝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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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红虾 大盘鸡 烤囊 辣条子 辣条子是吧 倒了 倒了 你辣条子 看这个 闻着味儿的闻儿香吧 谢谢 来 来 你 输工 刚才啊 也认得很快 煮了 我才过来 你 不是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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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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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